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1月10日星期天,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大洋新闻频道中国新闻栏目,我是大洋新闻主持人岳哥。 先看今天的头条,人学风盖过陈敏尔和中国之志,四中全会因为他而被记住。 被人们关注近两年的四中全会已经结束了,让人们记住这次会议的不是官方宣传的中国之志,也不是习近平在上海临时说出的所谓的全过程民主,而是重庆三号人物任学风,他的死一云不散,已经让四中全会成为最永恒的背景。 任学风是因病离世还是跳楼自杀至今不明? 根据法广的报道,四中全会期间,让人震惊的就是这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重庆市委副书记三号人物任学风之死。 官方有意模糊他死亡的时间,不愿点名他死亡的地点。 因为有消息指,他就是在起先开四中全会的京西宾馆出的问题。 官方更不愿意说明他死亡的原因,笼统地提到因病逝世,但是越不说谜团越大,结果有多家香港媒体就披露,这位高官很可能是跳楼自杀。 相关复告显示,其葬礼于四日已在北京昌平殡仪馆举行,不见遗体告别仪式,拒止火化仪式也保密,这些事都做得神神鬼鬼引发许多怀疑。 中共对任学风死亡的处理被认为具有鲜明的习时代特色。 法广的报道指,中共政权的运作从来都是黑箱运作,只有一名高官被彻底抛弃的时候,才会被安上罪名。 在毛时代这种罪名是路线斗争,叛党叛国,而在现在,似乎习近平的党中央不愿抬高自己的政治对手, 不会给落马官员安上政治斗争的罪名,几乎全部倒台的都被指是一堆无耻之极的贪色贪钱的货色,像一群低级的流氓之徒, 让人怀疑那些落马的无耻之徒当年如何在中共党内步步高升。 任薛峰之死,中共官场的是非之地重庆再一次被聚消。 法广的报道指,现在主掌重庆的一号人物是陈敏尔,习近平最看重的人物。 任薛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死去,自然有待揭秘,但是在死因真相水落石出之前,有一些背景着实令人恐怖。 第一点,任薛峰是死在北京,死在四中全会的会期,据指是死在开四中全会的京西宾馆, 后来四中全会挪到了人民大会堂,据指很有可能是自杀。 第二点,重庆官场是很阴森恐怖的,民间曾有说法,重庆做官要么入常要么入狱, 现在多了一项,要么下地狱。 前有薄熙来王立军,后有孙政才这是入狱的, 之前的贺国强、汪洋等人是入了常的,也就是说进入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现在许多分析人士指出,排队入常的还有陈敏尔,因为习近平信任他。 不过,三号任薛峰即死,重庆官场魔咒在线高处不胜寒, 陈敏尔是否能够等到自己入常,甚至当接班人那一天,也就无人知晓了。 当然,目前的现实问题是,重庆相关方面正在为任薛峰的死因问题犯难。 据《苹果日报》引述香港中国人权名誉信息中心消息, 重庆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将于11月25日举行第13次会议。 考虑到任薛峰是重庆市人大代表,按照程序, 重庆市人大应宣布其代表资格自然终止,以便择日补选。 但重庆市人大常委并不清楚任薛峰的死因。 如果在公告中宣布,任薛峰于2019年10月31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以后证实不是因病逝世,当局担心会陷入自己营造的一个大谎言中而不可自拔。 法广的报道最后指出,任薛峰之死也许真相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但这一事件显示出中共官场内部的封闭、黑暗以及恐怖的程度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连做官都做到生不如死的地步,甚至连死了都不知道如何死的。 在关注了没有入狱,没有入常,反而是一命呜呼的人学风之后, 看第二条消息,柏林墙倒了30年,中国墙更高也更结实。 1989年,世界上发生了极其重大的连锁事件,首先是中国爆发的六四事件, 中国人付出了鲜血,而这场在全世界媒体直播下的民主运动, 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却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接触了果实。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隔离自由世界的西德与共产主义东德之间纳到后墙的轰然倒塌, 然而与此同时,在历史吊诡的安排里,中共政权却在六四的血色里快速崛起。 法广的报道对六四事件和柏林墙倒塌进行了回顾, 报道指,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见证了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民主运动。 1989年5月15日,天安门广场示威民众, 人山人海,当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机场走下飞机时, 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 只能在停机坪的水泥地上举行, 一场中苏两党的历史性和解盛会, 竟然无法在人民大会堂面前展开欢迎的红色地毯。 中国的六四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谋求民主化的运动, 中国的年轻人知识分子以及渴望开放的人坚持了整整两个月, 这场运动最后在血泊中留下倒影。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了, 在天安门民主运动失败后五个月, 戈尔巴乔夫没有公开表态支持东德领袖昂纳克, 镇压民众示威。 随后,东欧共产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垮台, 共产国家的龙头苏联也在戈尔巴乔夫的注视下崩溃了。 目睹着苏联及其东欧共产集团垮台, 谁也没有预料到, 在六四风暴中摇摇欲坠的中共政权却在六四的血泊中崛起了。 法广的报道同时指出, 六四后不久, 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就向中方暗中表明, 美国不准备把中国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 言外之意, 美国希望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 美国也是在这一精神主导下, 于二千年代初始为共产中国打开绿灯, 把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西方张开臂膀欢迎中国产品进入的情形下, 中国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 就从过去全球的贫穷大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 中国没有兑现诺言。 法广的这篇报道还对习时代的高墙进行了特别介绍, 习近平上台后, 政治上采取更加独裁极权的手段, 意识形态上公开向毛泽东时代靠拢, 并表示毛时代与80年代, 以后中国逐渐开放的时代不可切割, 在经济上, 继续采取扩张而丝毫不尊重商业规则的姿态。 终于西方世界清醒了, 在这一点上, 正如法国回声报社评所言, 感谢习近平唤醒了西方, 西方终于明白, 习近平政权不但不可能沿着邓小平开启的保守主义开放路线, 渐渐往前走, 而是要带领中国大踏步后退, 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七步讲, 否认普世价值, 堵塞有关实施宪政的言论, 一步步走向与西方价值对抗的道路。 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四中全会上, 就通过了一个中国自治方案, 这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在一党专政之下的强国方案, 并且把这一个与自由世界理念背道而驰的制度, 在条件许可时向世界推广。 法广的报道指出, 无论欧盟还是在美国, 在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之际, 意识到另外一堵后墙正在中国高高筑起, 中国版的柏林墙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效力巨大, 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技术, 排斥了西方的价值观, 并且用一系列洗脑手段, 教育出无数党的机器人。 这从香港爆发反送中以后, 在自由世界享受教育的部分中国留学生, 却围攻追求自由的港人可见一斑。 法广的报道最后提醒, 柏林墙倒塌了, 中国墙正高筑, 自由世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接下去看第三条消息, 23条立法, 港澳办主任说他找到了解决所谓港独问题的钥匙。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近日发表文章称, 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是港独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建立健全,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强化执法力量, 已成为香港特区政府的紧迫任务。 而对此, 香港立法会议员公民党陈书庄回应称, 张晓明此时提及23条立法是唯恐天下不乱。 张晓明近日发表文章指, 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 也未设立相应执行机构, 是近几年来港独等本土激进分离势力的活动, 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称, 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 也必须以爱国者为主组成。 而法广的报道就指, 基本法23条是一条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及叛国罪分裂国家行为,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颠覆国家罪及窃取国家机密等多项条文做出立法指引的宪法条文。 在董建华担任特首期间, 港府响应北京有关23条的立法动议, 引发了2003年香港七一大游行, 主办方当时宣布当天有50万人上街抗议。 最终该动议被搁置, 董建华也于2005年以健康为由, 在2007年届满前向中央请辞后获批。 对于张晓明这一最新涉港问题表态, 特别是有关23条立法问题。 据香港01报道, 建制派议员梁美芬向媒体称, 香港至今仍未完成23条立法, 或多或少令某些行为未受到管制。 例如23条所提及的反分裂行为, 他认为立法后若发生一些牵涉外国力量的关联, 这部分是比较关键。 报道又指, 梁美芬并没有正面回应, 未完成立法是否是港独活动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梁美芬指出, 基本法第一条已清楚说明, 香港是不容许港独和不拥有自觉的权利的, 认为大家在这方面的知识要进一步推广。 他同时说, 让香港自行就23条立法代表着中央对香港的信任。 与此同时, 立法会民主派召集人陈淑庄则批评称, 张晓明此时提及23条立法是唯恐天下不乱。 他认为, 如果政府在未处理好乱局的情况下, 再强推23条, 只会令市民心里的结更难打开。 第四条消息, 港民主议员遭逮捕, 当局做法被指火上浇油本末倒置。 德国之声的消息指, 香港7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11月8日被直接拘捕或预约拘捕, 涉及的议员包括议会阵线朱凯迪、 欧诺宣、 民主党林卓廷、 公民党郭家琪、 人民力量陈志全、 新民主同盟范国威及 接工梁药中。 而香港警方9日公布的消息也显示, 相关人士因为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利及特权条例而被扣留调查。 该条例的主要内容就包括, 任何人干预议员、立法会人员等急属犯罪, 而一旦罪成可处罚款1万元及监禁12个月。 而2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随即发出联合声明表示, 持续了5个月的反修例运动未息, 政府已忍不住手连同警方大规模拘捕民主派议员。 民主派全体议员感到震怒, 认为政府未到秋后便算账, 是本末倒置, 将意见灭声, 恐怕会让局势火上浇油。 声明还强调, 这种做法是与建制派唱双簧制造条件, 为铺陈已久的取消区议会阴谋, 落下最后一笔。 而官方很快做出回应, 对于有关逮捕行动, 对于区议会选举的影响,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9日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就表示, 拘捕行动是按照警方工作采取所需要的步骤, 不存在和区议会选举扯上关系。 他接着表示, 不会贸然压后选举, 并强调当局会在迫不得已无可选择的情况下, 才会考虑压后选举。 第五则消息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 中国前财政部长表示, 美中贸易战或减弱, 但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冲突还会继续下去。 中国前财政部长现在担任政协常委和外事委员会主任的楼继伟, 在星期六11月9日参加一次活动时就表示, 美中贸易战或许会减弱, 但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在更大范围内的冲突还会继续下去。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楼继伟是周六在北京第十届财新峰会演讲时, 做以上表态的。 他说, 从下一步发展看, 估计贸易战会在一定阶段和解, 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和解的迹象, 但是遏制和反遏制是不可避免的, 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楼继伟在演讲中还认为, 华盛顿采取了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 力图将中国压制在全球价值链中, 低端的企图不会改变。 尽管如此, 楼继伟还是预期美中之间不会出现美苏对抗局面, 全面对中国经济封锁, 美国也做不到。 但是楼继伟也强调说, 美国要与中国脱钩也不容易, 很难做到, 因为这在美国经济界和各国盟友间, 很难取得一致认同, 而且打乱产业链, 供应链对谁也没有好处。 楼继伟还表示, 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不会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 造成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是联邦债务率过高和居民储蓄率过低。 楼继伟还认为, 中国应当扩大对外资的经济开放, 但是不应当急于放松对资本的控制。 而稍早前的11月7日星期四, 美中两国的官员都表示, 两国已经同意, 如果第一阶段协定达成的话, 双方将取消已经实施的加征关税部分,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行政当局里, 还存在某些反对这样做的力量。 果不其然, 特朗普星期五11月8日就表示, 他还没有同意取消加征的关税, 这个表态引起股市的下滑。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的所有内容, 您收听收看的是大洋新闻频道中国新闻栏目, 我是大洋新闻主持月歌, 真实报道热情发声,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同时也欢迎打赏, 欢迎订阅, 来支持大洋新闻, 支持独立的新闻报道,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